疫情期间大家在家减少出门 生意受到影响 高雄好家载把餐厅送到家 整合计程车、餐饮、线上交易比在地新创 并导入LINE热点与数位科技 用LINE就能轻松点餐 餐厅接单、小黄送餐 上千千餐饮只要线上交易满499元 就补助车资85元 小家庭两人以上大单外送的最佳选择 鼓励线上交易不但落实防疫临监处 更帮助业者数位转型 车次补助1.5公里内免运费 高雄好家载、互助经济、团结防疫 这场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瘟疫 设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互相帮助 让暂时没有客人上门的餐厅 为你精心烹调一道料理 让暂时无人可载的计程车 成为你的专车 为你送上热腾腾的餐点 东西我拿走 天空难白了 拜拜 让此刻在金南中度日的人们 有机会视察身手为你服务 让此刻在金南中度日的那 不至于忘记这个世界 还能让人感到幸福 一家人的美味 两家人的温饱 高雄好家载 三方互助 公益上路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全国250例 高雄一例 本土的个案 那高雄这一例 是在原来的5月18号 有一位指标个案 已经确诊 那我们今天发病的这个是 就属于原来在做居家隔离的个案 那比较特别的是 他是在5月18号的时候接触 确诊者 那我们把他进行居家隔离 那居家隔离14天之后 再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在解隔离的6月1号 他有呼吸道的症状 但是连续在6月1号到6月11号 总共有进行了5次的PCR采检 全部都是阴性 那直到昨天的采检 PCR转成阳性 那他的抗体 我们在昨天也同步验 那在IgM是阴性 在IgG是阳性 代表说他是属于一个旧的感染 那所以我们的推论 他是在5月17、18号 当时的接触者的一个感染 那也因为他的足迹 跟他的接触者 过去他因为在居家隔离 是在我们的防疫旅馆 自主健康管理的阶段 那我们也经过详细的疫调 那风险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一个部分请大家放心 那另外也有其他的个案 在我们高雄活动的状况 那我是不是有关疫情的部分 我先请潘继正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是 谢谢市长 那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美女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陈如刚刚市长所描述 那大概在5天的零本土个案之后 今天第6天出现了 我们全国暗号编号第一 12743的这个本土确诊个案 那这位确诊个案 我们追溯它的原因 是来自于我们全国暗号 在高雄市的这位2529 那2529这位暗号 根据我们的疫调 那这个部分 它在5月10号到5月14号 足迹遍及台北大台北地区 那甚至有在当地有这个5天的这个活动 跟足迹跟住宿 那在5月15号到16号 回高雄的时候 有出现相关的一些不适症状 那17号就诊 18号确诊 那这位个案2529 连带着它的这个同住家人 密切接触者2714跟9566 也都后来都确诊 那在它的职场接触者 目前在当时我们就匡列了 职场接触者 总共有 总共有5个人 总共有5个人 那这5个人当中呢 这一位 今天这确诊的12743 这位个案本身 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在居家隔离期间 从我们知道的5月 5月19号开始第一天 到这个14天当中 他本身都 健康状况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解隔离的当天 解隔离当天 那6月1号 他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 那经过我们安排就医 因为14天的居家隔离之后 紧接着是7天的 自无健康管理 那依据规定 自无健康管理期间 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 要就医必须要通知我们 卫生局这边特别安排 所以分别在6月2号 6月5号 6月8号到6月10号 因为个案 主述就是有些症状 那我们都尽力安排到 各大医学中心去做 相关的一些採检 还有追踪 但是呢 从6月2号开始 几次的採检 都是呈现阴性的状态 直到6月11号 6月11号 那採检出来 PCR呈现阳性 CD值是29.6 那也同时我们採检的血清 证实它的Igm 就是急性其抗体 是呈现阴性的状态 Ig 就是恢复其抗体 呈现阳性的状态 因此我们推断 整个的病程 是可以回溯到 5月19号 5月18号 最后一天 跟这个确诊个案2529 在职场上有接触的 这个时候 那由于个人的体质 或者是一些病程的发展 这个个案 跟旁人比较不一样 整个的 可能发病的期程 还有採检的一些状况 以及检验的结果 没有在 在第一天出现症状的时候 就被验出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几个医学中心 还有我们每天晚上 在8点进行的 这个专家会议 针对这个个案 也会有所讨论 那今天也针对这个个案 进行鼻咽的部位的採检 还有深层 也就是弹疫部分的採检 进行相关的厘清 那这个部分 有进一步的实证 我们会在 在晚上的专家会议 再进行讨论 那这个个案 在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因为他的 毕竟还是确诊 所以在他的同住家人 还有同职场接触者 这个部分 即便在这个 健康制服管理的期间 他没有回到公司上班 但是呢 因为他的病程 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 针对他的职场接触者 我们一样进行採检匡列 那家人四个人 同事四个人 还有他曾经有共同搭一辆车的这个友人 总共一个人 这目前九个人 我们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检验 那同事四个人 PCR是呈现阴性 其他包含家人 包含同车的友人 快摘阴性 那PCR的部分呢 稍晚一点 应该会确认 那这个部分 请大家也可以放心 因为 本身他在CT值的部分 就相当的低 是29.6 并且在自我管理期间 因为他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那屡次的就医 他也警觉到自己的 这个健康风险 的确是存在了 因此 在整个活动上面 相当的 相当的自制 因此 他的足迹 我们不予公布 另外在廉价第一天 昨天 应该是昨天晚上 我们就接获了 全国暗号12838 这一位来自于云林的个案 这个确认个案 基本上 他不是属于 涉及在高雄市的人 但是 由于 他的一个亲人 是在我们高雄市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时序上面 5月28 5月29 他有南下到高雄来 那5月2号3号 还有这一次的 5月9号到11号 那几次的往返高雄的 当中呢 根据我们昨天 对于这个个案的疫调 那我们也确定了 因为他的宿舍 他在公司的宿舍 那包含 在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这边 都有确诊个案的发现 那 本个案呢 他在6月11号的就医 6月11号的就医 是因为 他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那到我们的建幼医院 进行自费快栽 那快栽之后 出现阳性的状况 那赶快把它转整到 小港医院进行 进一步的採检 检验PCR 那在6月11号 大概傍晚的时候 确认他是阳性 那在接过这样的一个 实验室报告之后 我们立刻启动疫调 那根据他在高雄这边 经常往返 然后住宿的 这个同处家人进行匡列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他的同处家人 这个部分 包含他的 这个 直系血清 还有旁系血清 这个部分 都是呈现阴性的 这个状态 是PCR阴性的状态 那但是呢 比较遗憾的是 这是廉价第一天的一个行程 那我想相同的状况 相同的状况 可能在全国各地都会发生 那我们市长在 过去一个礼拜多以来 也一直在呼吁 一直在强调 在这个廉价期间 应该是要 尽量的因应疫情 尽量的减少活动 减少出游 甚至于南北的移动 那也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个案出现 其实这也是一个警惕 让我们市民朋友 要随时警惕到 在零假期间 还是会有一些 难耐备往的个案 还是有可能 在我们身边出现 因此 能够尽量待在家里面 就尽量待在家里面 那如果出外的话 一定要注意 全程戴口罩 导致适量的距离 那在我们可能 错生而过的每一个人 我们不晓得 他从哪边来 或许 他就是一个难耐备往 可能被感染的个案 那这部分也提醒民众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留意 以上报告 跟大家报告的是 几件事情 就是说 在我们端午节的期间 务必要请所有的 到高雄 或者是返回高雄 所有的朋友 要遵守高雄市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 我再讲一次 假如你有呼吸道症状 回到高雄 有呼吸道症状 或到高雄 呼吸道症状 禁止外出 另外 假如有症状 那你要打1922 由我们高雄市 这个卫生局 来安排就医 同时也禁止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违反上述的 健康管理规定 在高雄市 要开罚30万元 所以我要特别提醒 那再进到这个 高雄的所有的朋友 那当然假如你没有症状 可以正常生活 外出的时候 务必没有症状的话 那一定要严守 全程佩戴 医用口罩 这个我们在 当日假期 我们的执法同仁 我们也没有休假 那到高雄的时候 这个是在台铁高铁站 我们都有我们很辛苦的工作同仁 那来发放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这一张的通知的事项 要请大家务必配合 那也因为你有刷QR Code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你到高雄什么时候到 那在整个状况 我们也会就整个公共卫生的状况 来持续做监测 那在巴士到站 那我们的工作同仁也很辛苦 也会提醒你特别注意 在高雄应遵循的事项 那这个其他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今天其实在全国的250例的个案里面 还是以新北市的个案居多 大概有将近 大概一半左右的这个确诊个案 也就是说 从双北地区 这种移动到其他县市 是对其他县市来讲 在整个疫情的防守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真的也要拜托大家 我也看到电视上有一些地区的车辆 在不管是高速公路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运输也好 都有这些人员移动的状况 真的是要拜托大家 能够在端午节的期间 能够尽量减少跨区的移动 真的这个对于整个疫情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还是要再三的提醒大家 那另外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几个 我们现在在执行几个专案的筛检的状况 包括在机构相关的人员 以及社区的民众 那社区的民众是指有URI症状 呼吸道症状 或者是特定风险地区的活动时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基层诊所 我们的这个医师的通报 我们在14天3次 7天2次 或者家族群聚的这个部分 也都拜托我们基层医师一定要通报 那这个部分累计 所有的9,057 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异常 没有确诊个案 那在三大园区 包括科学园区 路科以及男子加工出口区 前证加工出口区 总计累计8,102位 并没有发现异常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高雄市已经在做了 有关矫正机关COVID-19的快筛 其实我们高雄市已经在做 979位 包括大辽、验潮等等 这些相关的 还有三位还没有到案来做快筛 那其他979位 全部在整个序列检测的部分 没有异常的状况 所以我真的要拜托大家 在整个防疫的过程里面 务必配合高雄市整体的防疫的规定 那今天早上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中央CDC 很快速的在9点的时候 这个疫苗就送到 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那我们也立刻 做这个在整个保存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在早上10点 就开始施打我们的疫苗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 很多机构、医疗院所的同仁 也在我们端午假期的时候 没有放假 包括我们几类施打的对象 从第一类的我们的医事人员到长照机构的人员 以及到高风险接触 安养机构、居服务员、洗肾病人等等前面的这五类 我们高雄市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注射的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也依序通知 但是因为连续的假期有一些机构或者是同仁 他们可能在联系上没有办法到位 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到位 那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三千一百多位的所有的医务的热血的接种大队 就会马上专人 而且是专案到我们这些机构来实施施打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我们的热血接种大队的同仁 在端午节我们在昨天晚上通知的时候 那就很多人来响应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通知 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就赶快先打 那第六类的75岁以上的长者 那我们在买拜的拜日 每一个我们的中部的士大已经都有收到通知 这个通知书如果有收到 你就按照收到的这个顺序 时间、低调 那我们的理工师、理长 跟基层的工作人员都会来给大家服务 现在高雄市所有疫苗接种的通知团已经都收到了 如果有什么疑问 我们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单一窗口服务 你如果没有收到通知的 还是说你需要这种转车给你借 给你借 给你借 还是说你是付出无理高雄的 你如果有任何疑问 你就靠民政局 我们民政局、国区公所 我们有全人在服务 我刚才有刺卡 我们的公所人员也在那里 每天的8点到5点半 你都可以靠电话来问 你看看 如果电话比较不容易 你会比较不容易 你会比较不容易 不用急 你如果有通知 这几天 如果符合我们的规定 你一定的主角 我一定的 专业来带我们所有的 司徒专门的服务 这所有的电话都在这里 但我们阳队区公所 还是这个 经格所有 38的区公所 这都有电话 你如果没有电话也没关 你就找理长 不然就理贡司 我相信我们的理长 都很接近 防疫的时候也很辛苦 一定会带你服务 所以不用紧张 接着通知 你就来自 接着都不把你努力 这个 拜托我们所有的 中部的司徒 在注疫苗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通知 不用紧张 如果我们的疑问 就较公所 不然就找理长 总 总 我们的长照长辈的接种 部分 总 6月15日有56床 6月16日有39床 6月17日有39床 1床 拜托 我们这个 公部的司徒 你要找新闻政 和健保卡 照这个损失 来 接种的所在 都会写在通知 上面 你就不用烦烈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处理好 总是说 端午节 端午节 我们其实还是真的是很在意说 是不是有这个南北的移动 所带来的传播的风险 像今天的云林的个案 12838的这个个案 12838的个案 他是 云林县 10467的个案 他是在 女生宿舍 的三楼一个个案 四楼一个个案 指标个案 在三楼 也发生两个个案 在另外一栋男生宿舍 在三楼 有一个个案 在四楼 也有一个个案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典型的群聚感染 那所以我们也是 真的是很担心说 相关的这些人员 是不是有足够的 在该地 是不是有足够的 这个匡列接住者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疫调 那我们也跟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在下午的时候 他们也会提供 相关的这个名单 给各地方的县市政府 但是在高雄市的部分 请大家放心 好 那我们一定会把这些 相关的这个 这个朋友 能够把它保护好 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 那我们也会陆续安排 彩检跟相关的这个 这个防疫的一些 这个处理跟规定 这个这一点 要请大家放心 那但是端午佳节 从过去母亲节的经验来看 真的是要拜托大家 那 因为这实在是 你如果不外 这实在是 你这 刷来刷去 在移动 对居住的人 不好 你不能像说你回家 你家里 在这里 那这样 那这样 就不在外面 那这样没事情 因为你会传染 你家里的人的风险 实在是有很多 尤其 你 这个 武汉肺炎 英国的变种病毒 其实来看 这很多都是 无症状的感染 像分林 这个 包括在几个个案来讲 都 至少四位里面 有两位是没有症状的 无症状感染 所以他回来 对于家人来讲 就是一种风险 所以我真的要拜托大家 尽管别人 这段时间很久了 我们高雄 我们要大家 比较安全 那我们就要大家 互相 我也看到 今天 坐一坐 我们这些菜池 我们这些中部的市团 如果去买菜 还是去公园 还是去堆 大家 其实都 都让我感到很感动 这个人的部分 我们的人流 都比较少 当然生理较少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 你如果真的 照新闻症 一、三、五、二、四、六 照不一样的时间 去买菜 你去真正 拜托你就够买 不然 我们这些 团圣的朋友 也是生理很差 你现在减去 你去就买多 所有的东西都买到 回家 回家 冰去冰箱 一星期就慢慢吃 我想这样 对我们 团圣的朋友 一定是很好 这段时间 大家 我们家 也有电视堂看 看不用钱 因此 你看到百 有台歌大 有远传 有中华电信 有宿材 你看到 你就尽量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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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在家 做防疫 工作 所以今天 我还是 最後 苦口婆心 勸大家 高速公路 你不能再去 你搭车 实在 很不方便 防疫 期间 实在 真的不好 苦口婆心 拜托大家 以上 今天 在这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问题吗 民事提问 高雄领先全台 打疫苗 请问 如何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通知到所有的人 达到这样的效率 那么 北部爆发偷打疫苗的状况 高雄要如何防范 我想 我们 要感谢 我们很多的 市府的同仁 包括 卫生局 包括 我们的警察局 民政局 交通局 运发局 卫生局 我们全部都动起来 在 那他们也很辛苦 那 通知书 也都有我们 李干事跟 那我们的 林长里长 来协助送达 那也会安排 我们这些长辈朋友 来 进行 疫苗的一个 施打 那 我真的是要 非常谢谢大家 那 尤其是我们这些 高龄的长辈 87岁以上 对 或是85岁以上 这个是 同仁真的是要很辛苦 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 计程车司机朋友 至少有1200辆的车辆加入 我们 这一个热血的 接种专车的一个服务的工作 有超过三千 我的了解已经超过三千两百位的 我们的医务同仁 都已经加入这个行列 所以这个是 大家 成就整件事情 大家在整个 抗疫的过程里面展现 那 我们也检讨 整个 施打的这个过程 那原则上 我们会 让我们长辈坐下来打 我们医护人员来 来服务大家 所以 这一次的施打 我们不会 求快 但是我们要求好 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每一个每一个都能够很安心 坐在 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不要移动 我们 我们来服务我们的长辈 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说明 要谢谢 大家市民朋友的配合 年代一电视提问 市场实施十连制管制单一出口 那但是管制时间长了 民众有些人为了省麻烦 那么 专漏洞在管制前后进出市场 请问这样的现象 是否要如何的防堵 我们 我们会做动态的管理 这些相关的管理的工作 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把人流降下来 不要找成群聚 所以 我们会 来看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假如说 人潮多的时候 那我们的警察 还有我们的民政局 还有我们的防疫的人员 我们就会介入 未来要求说 该做人流的一个分流跟管控 那像今天 早上 我们各局处也都动员到菜市场 我们也在观察 整个这些 这个菜市场的一些状况 那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 来严格来进行人流的一个管理 那其他的时间 很多市民朋友都已经知道说 身份证单号 就是礼拜三 礼拜五跟礼拜天 那身份证双号就是246 这个其实 这个自主性的 他们已经都有在 开始做分流 那我们其实 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还是来协助大家做养成一个习惯 大家有一个默契 大家讲好 那我们在整体的市场的管理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严格的做监督 也请大家务必配合 TVBS提问 学校及公园球场的篮球匡封了 但是还是有民众前往打球 请问会开罚吗 另外 公园及学校的运动场出现运动人潮 有超过10人 但是场地大都有拉大距离 算不算违规呢 好 我请卫生局黄局长来跟大家报告 是的 是的 那这说明一下 我们打篮球是一个 属于具有身体接触的一个运动 那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 当然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把篮球匡封了 这件事情 我们想是一个 暂停这样子一个具有风险的运动 所以对这部分如果 我们还是呼吁市民朋友 这个尖匙安全很重要 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那至于在整个运动场 或是我们的公园地方 有些运动的人潮 基本上我们认定的是群聚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 我们运动是要求健康 所以整个在运动场或是公园地方 我们也注意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 那如果人比较多 我们一定要暂时离开远一点 这样我想对整个 包括我们的防疫作为 会有更好的效果 跟我们说是这样 因为疫情的时候 运动或是公园 我们公园没有风起来 那是有的设施 这就可能有群聚 我们设施有风 公园我们没有风 运动到我们也没有风 因为防疫的时候 你也是要运动 但是拜托大家就是说 你处理的时候 这要保持距离 不能群聚 你不能说要运动的时候 20个在那这样的 这样的 会处理 但是你如果说在公园草场 是说在那里走路 这也应该 这也可以 所以拜托大家 要保持社交距离 不要有群聚 所以在公园跟运动的这个部分 我也要拜托大家能够注意 相关的遵守的一个事项 中天提问 目前高雄相对台北疫情叫缓而缓 而且医护人员的疫苗 尚未全速施打完成 那么这次推发的疫苗数量 为什么会比台北多呢 我想这个疫苗的分配 由中央来做分配 这个要看中央的一些指引 来按照分配的原则来办理 台湾好报提问 7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疫苗 如果户籍不在高雄 那么每一个阶段的长者 何时可以到公所补登记呢 我请黄局长来跟大家报告 好 是的 对75岁以上的长者 如果他户籍不在高雄的时候 但是他居住在高雄 我们仍然提供这样子的协助 因为毕竟整个高雄 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达成 我们的一个整体的服务 达到一个防疫的效能 那这部分如果长者 有户籍不在高雄的部分 他可以到我们的区公所 我们区公所的电话 那高雄市长有公布 我们也在各个网站有公布 我们区公公有电话 如果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在地的里长 里干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服务 协助他们 顺利的能够打到疫苗 好 谢谢 三例提问 6月15号开始 高雄市政府对长辈开始施打疫苗 那首波通知单 有规定何时发放完毕吗 请问跨局处有哪些协调 哪些局处参与协调 以及通知的SOP为何 那另外也请问 让长辈坐着不用动 由医护过来施打疫苗 要怎么进行呢 有更具体的做法吗 是不是比照日本 与美听事的接种方式 我想在整个疫苗的施打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在87岁第一波的通知 通知书都已经下达 所以假如没有收到通知的部分 要拜托大家各区公所 我们都有电话 那你如果电话要卡 电话没什么要卡 不然你就找理长 看理长是谁 就问一下 我相信理长都应该很热心来博物 不然就找公所的理干事 不然就公所的电话都有 不然你也没关系 你也不用警长 我们一定专业 拜托我们这个理干事 再顺一下 看有什么人 这个通知团没有卡到 这个疫苗 这次来 我们要做的时间有多六天 所以第一天 你如果没有主题 但是你是符合主题 我一定会给你 冠军来安排 如果真的 如果事团没有 我就拜托说 你如果真的行动 不方便 不要紧 你够买了 因为我们在大量 在住的时候 我们过几天 我们的全人 来给你服务 你不用烦恼 这点 拜托我们的理长 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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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 到大天 这点 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理长 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次 主要是 通过我们的工作 按照 我们的保证署 的劣策方式 所以是我们 企务主动的劣策 理干事 会跟我们的理长 理长去通知 我们 要接种疫苗的民族 我们也会调查 如果不方便 看要怎么用车来载 这点 拜托大家 收到通知盘 可以按照这个顺势 这当然是 国局所 大家都动完起来 交通局 要安排车 卫生所 要安排接种的部分 我们的民政局理长 林长 和理干事 付这个通知 大家都动起来 我们也有志工朋友 到现场 都会给大家 提供服务 这点也请 我们总部的支持 大家放心 市长 请问 有提到 是不是按照 宇美庭室的打法 我在 網路上 还有我们跟 日本的 朋友的 医师会的 一个讨论 我们觉得 这个是 宇美庭室的 方式 也是 真的是很体贴 这个真的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一种做法 让每一个长辈 都坐在椅子上 都能够有医师能够就进来服务 而不是有病人来贴近医师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 我们在 前几天 大概我们就有希望说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让我们的长辈朋友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那我们 高雄来试试看 能不能做到这样 我们 我们的同仁 世纪都非常的高 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 也都在做整个动线的一个检查 那务必要让每一个每一个让我们的长辈 来到我们场地打预防接种的时候 都能够让他们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有一些朋友也许你在外地工作 那回来也不方便 那是不是也跟就近的里长来做联络 或者跟你的爸爸妈妈做联络 那我们一定会把他照顾好 请你放心 好 联合报提问 75岁以上的长辈下周二开打 但是有民众反映 长辈除了年纪大 多数是三高族群 但是A例始终让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民众有疑虑 以致长辈不敢施打 那么家人也不敢贸然让长辈接种 请问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族群 是否可以选择施打莫德纳 好 我请那个房局长来跟大家说明 是的 在卫生局每天晚上八点 我们陈市长都主持一个专家会议 关于施打的对象 那这些专家们有共同的讨论过 那对于AZ疫苗 在施打的对象里面 对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民众来讲 他是没有特别的一些禁忌 是可以施打的 那三高族群也是一样 那所有的这样子一个施打 其实我们现场也都会有医师做一些评估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 民众可以让医师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我们下来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中国时报提问有两题 一个是今天高雄 或分配9.1万剂的疫苗 预估大概何时会施打完毕 另外中国时报也请教 如果户籍在高雄 但是人在外县市 是要回来高雄打吗 还是全国已经有统一的做法 也就是外县市也可以学习高雄一样 就究竟的相关单位登记施打 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有跟其他的县市 在南部几个县市 我们也都有联系 他们也会愿意 究竟来互相 大家能够以互惠的方式 大家 向上到达港到稍金 我们会来到族 所以相关的 美兰威少女的部门 当地的卫生局 他们都会提供服务 所以我 明明知道 我会在这一天 这个时间 我会再跟大家说 其他的官司 如果要怎么做 我如果 大家 中间的练习方式 我今天没有准备图表 我明明知道 跟大家报告 我们9.1万的疫苗 其中的1.1万 是我们的部队 军风 要做的 我们的高雄市 本身自己是8万 大概我们在10月23日前 我们的全部都做到 这次我们会求好 要能够服务到位 让我们的长辈朋友 能够 每一个 从容不迫的 能够打完疫苗 所以我们不会说 在时间上 为了要赶时间 然后就 就 再打 打得快 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施打 这个疫苗对象 对 对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会慢慢的把它打好 那每一个每一个 我们要把我们的长辈 照顾好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还有三家媒体提问 那首先是 台湾新闻网报 他提问 冬五节返乡人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踩石连制 结果是造成 昨天晚上高速公路的车草 大部分的返乡人士 就以开车为主 那么这样的开车为主 南来北往 是否可能成为 无法管控的破口 那么请问高雄市 应该如何超前围堵 另外 今天早上抵达的疫苗 针对前五类人员 优先施打 其中 长跨机构与社福照顾体系的人员 及其受照顾者 请问住宿型长照机构的长辈 跟工作人员 会在机构内同时间施打吗 那个 啊 端午节的事情 我再说明一次 我真的要大家拜託 这个 实在是不能这样走来走去 你来来去是很危险的 所以不能去外地 不能这段时间都忙做移动 这样最好 这已经说过六次了 这就有风险 就很危险的事情 千万人做这个事情 我真的跟大家拜託 因为这个 这个防疫 我特别说 市長不是说 一个人我都去做防疫 这是大家要做会做的 大家如果没有这个共识 双北地区的疫情那么严峻 像今天公布了麦寮的 这几个群聚感染个案 这人放肯 大家不能走去 这个有风险不是没有风险 我实在是不想 不想讲这些话 对于租住型长照机构 那我们这次的打法 我们会请我们的医疗团队 那到机构里面 为我们的租住型长照机构里面的 长辈 我们的住民做服务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对里面的机构的工作人员 施打疫苗 这个我们已经安排好 好 谢谢 还有吗 公共电视提问 那6月15号开始 胆背施打疫苗 会在比照之前的模式 启动大型的疫苗接种站吗 我请潘基正来说明好吗 是 我想在整个社区接种的规划里面 那因应每个都会 每个社区的形态不同 像在我们比较都会的地方 基本上 我们大型的接种站 还有在社区型的学校里堂这边 还有里活龙中心这边的各种形态 我们都会因应接种的一个 时序去布置去推动 那反观在比较偏向的地方 那可能在可进性 还有便利性的部分 我们会是以小型的这个接种模式为主 但是呢 我想并不是同一套标准 可以放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适用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刚市长一直在强调的 在面对我们要照顾的这一群接种族群 87岁以上这些我们的高龄长者来讲 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要便利 第二个要贴心 然后最重要的还要安全 所以在兼顾这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会用各种的方式 包含大型接种站 中大型的接种站 还有我们社区小型的接种站 甚至于像卫生所诊所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会以可进性来做挑配 以上报告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提 东森提问 这一次的疫苗上午到货 下午就施打 效率领先全台 所以其他县市很好奇 高雄市是如何做到的 是连夜通知吗 动员了多少人 怎么样通知 是透过打电话还是传简讯 我是不是请黄局长来做说明 因为都是卫生局的同仁 在做准备 好 谢谢 那这次疫苗是早上9点 就运到我们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那在之前 我们就被通知到说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联络我们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医疗院所 做相关的准备 那在今天早上 其实第一针打下去是早上10点 在我们的联合医院 那随着我们 我们因为大家知道 在端午連假 其实有相当多的人 有安排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一些活动 那所以这部分 其实透过这样联系之后 那我们就很顺利的 也就在今天下午有7个医院 全面就开始施打 那这部分 真的也很感谢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辛劳 尤其是官队 連續三天的端午連假 已经都准备好了 但是为了我们全民的防疫的努力 一起牺牲我们的假期 我们自己非常感谢 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医护同仁 昨天晚上我知道卫生局的同仁 拜托大家 大家是不是在端午节能够施打 大家几乎每个人都 都一口就答应 就开始来做施打 所以我们这些机构 或者是我们一些单位像 有一些警察局的同仁 我们都在安排做施打 也要特别感谢 所有的医护同仁 大家的不眠不休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令人感动 所以大家打疫苗的时候 碰到我们的医护同仁 要跟他记得说一声谢谢 好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这边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宅在家做防疫 真的是不要随便移动 再一次的拜托大家 谢谢